这一消息受到了午后热对流营系旺盛的影响 今天下午台南市永康区还有仁德区降下了猛烈的雨势 导致路边排水口疑似宣泄不及 不断地涌出大量雨水 甚至出现了十公分积水的情况 而这场雨真的是来得又快又急 让民众措手不及 滂沱大雨下不停 高速公路下方排水一时无法宣泄 不断从路旁水沟冒出 车辆减缩慢行却还是不断渐骑水花 地面上积水越来越高 电动车骑士停得远远的 做足准备才冲过去 受到午后雷震雨影响 台南市区10号下午出现清盆大雨 又快又急的雨势水沟根本来不及排水 其中仁德区中正路一段再度延起大水 让寒冬变成小型泳池 下水道 对 那车是有点像用道的 一连数天天宫不作美 道路总是积水也让民众好无奈 不过同样的窘迫情况 也出现在永康区中正路国道下寒冬 雨水变成小瀑布 道路已经淹水10公分 淹到小腿肚的位置 不仅行人吃力狼狈 其实更怕一不小心就打滑雷残 索性雨势渐缓 积水也渐渐退去 没有出现严重灾情 只是近期大雨说来就来 等要出门还是得带好雨具 行车也得各位当心 记住黄崎台南采佛报道